臉書社團大大張貼廣告 說花蓮殯儀館要徵才 只需要安撫客戶和接待 一天工作六小時 月薪最高四萬八 甚至無經驗也可以 再看看另一個社團 光是兼職 時薪就高達四百五 條件超好 不過都是假 那個太誇張了 網路上詐騙的啦 哪有那麼這樣子 我們都製造基本工資 佑人心自在網路上流傳 吸引好多民眾上門詢問 假偵才訊息流竄 好多人想應徵 施工所電話接不完 詐騙集團先到用民眾臉書 PO出高薪偵才訊息 實際致電貼文上電話 卻是空號 接著私訊貼文者 卻被要求加LINE 才能得知工作內容和薪水 一旦加入 對方就開始洗腦招攬投資 如果公務機關要進行偵才的話 一定會在我們的官方 網站正式的刊登 偵才的訊息 然後也會留下公務電話 詐騙集團強調高薪 獻領可兼職工作簡單易懂 就是想吸引民眾上門 在推廣投資理財來騙錢 民眾還是得小心自己個資 或是賬戶被盜用 小心因此淪為人頭賬戶 相關訊息的女人 李佩賢 花蓮強報導